法式規矩誦 作為法師、作為同學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請大家打開講義 第十四面 五世同意盡色根 九顏七八好香林 和三離二觀成世 以者難分世與根 那麼這個祭壽呢 是前五世的第二個祭壽 那麼這個祭壽的主要大意 是說明了前五世 他升級了別的功能 所必須具足的音言 那麼五世同意盡色根 那麼這個祭要升級了別的功能 他要依止這個根 那麼這個根指的是盡色根 是維系的四大 那麼為什麼講同意呢 這個同是怎麼說呢 就是說 雖然前五世 眼耳鼻舌身 這五世啊 他所依的根是個別依止自己的根 比如說 眼是依止眼根 耳是依止耳根 乃至於身是依止身根 他們有各自所依止的根 但是 他們都是屬於色法 所以講同意盡色根 不像第六、第七、第八 他們的根是屬於心法 所以這個地方就是 說明前五世的共同的根啊 他的性質都是屬於 職愛的色法 那麼他除了所依止的根以外呢 還必須有其他的條件 這以下說出他的條件 九眼七八好相連 就是這個前五世了別的時候呢 他是分成了三類 有九種因緣的 有七種因緣 有八種因緣 那麼這幾種因緣啊 父鄉的支柱 才能夠使令前五世 升起了別跟造業的功能 那麼這個觀念 我們在偶主的註解已經說過 我們看副表第三 把這個諸氏升起的因緣 跟他的吃別作用啊 做一個補充說明 看副表第三 那麼這個副表第三 等於是廣泛講到八世 八世的升起的因緣 以及他吃別的作用 那麼我們先看第一個是氏 這個氏總共是分成八個氏 顏耳鼻舌生異 那麼前六氏呢 是屬於比較粗 粗顯的氏 那麼第七、第八呢 是屬於比較維繫的 比較深層的一種了別功能 我們不容易了解的 那麼總共八個氏 那八個氏的升起 有四種因緣 輕因緣、所緣緣、真上緣 跟等無間緣 先看輕因緣 那麼每一個氏的升起 一定要有他之類的種子 這個種子啊 什麼叫種子呢 在成為書論上說 以本世中 親生治國 吃別功能 這個種子就是在這個本世 這個本世值的第八值 我們每一個人的生命體啊 都有一個很維繫很維繫的心事的流動 這個心事就是第八值 第八值不造業的 他也不造善業也不造惡業 但是 他可以把你一生所造的業力 都保存下來 他做這種儲存業力的功能 那麼這種功能就是種子 他在本世中親生治國 這個種子 累積到一種能量的時候呢 他就會使命裡去 得到之類的國報 那麼這個種子在維世學啊 根據他的功能分成兩類 一個是屬於業種子 善二業的業種子 第二個是屬於明言種子 我們解釋一下 我們這個造業啊 是第七意識也不造善不造惡的 第七事是有復無忌 他只是指我 這個造業是誰造業呢 就是第六意識 你現在能夠聽聞佛法的 能夠明了一切法的那個 第六意識 那個是我們能夠感覺得出來的 那麼這個第六意識 他可能會跟煩惱相應 貪嗔痴的煩惱相應啊 就造了醉業 造了醉業 造了醉業的時候 就被第八事保存下來 那麼你也可能會造善業 你會去拜佛誦經辭作 或者不思辭見 忍辱見見常定智慧 你也能夠起善心啊 去造善業 造了善業以後 可能也沒有人知道 但是呢 這個業也保存下來 那麼這個業力以後是幹什麼呢 它會使命你到善惡道 或者到人貼去得果報 就得這個益手果 這個叫業種子 它是一種善惡的業力 所成就的種子 這個種子的功能 可以你到天上去得可樂果報 也可能引你到地域去得這個刀山油果的果報 這個就是屬於的業種子 它有明顯的善業跟惡業的差別 那麼第二個是屬於名言種子 這個名言種子啊 是屬於由我們的思想名言的分別所欣喜的 這種果 它以後得的果報叫等流果 這個等流是怎麼說呢 這個等就是平等 什麼叫平等呢 就是說 我們舉這個水流來說 這個水流啊 這個上游的水流是乾淨的 流到下游它也是乾淨的 這叫平等 如果你這個山上的水是乾淨的 流到山下 它也是乾淨的 說這個水啊 你現在的水流是怎麼游的呢 是從全身流過來的 說我為什麼有這樣的思想啊 如果我們講 有些人貪煩好重啊 他動不動就起貪煩 但是他沒什麼稱心 你這個觸腦他 他無所謂 但是他依照那些武藝的境界 他就一定要貪 那麼有些人稱煩惱重 有些人個性啊 很淡薄 所以這個名利很淡 但是脾氣很大 也各式各樣 甚至我們講佛法的善根也是這樣子 過去生啊 有出家的因言啊 他今生啊 易到三保的境界 他就控制不住 一定要出家 你覺得為什麼要出家呢 他講不出個道理 但是他內心當中就是想出家 就是怎麼樣 等流性 就是他全身有栽培這樣的善根 這個善根啊 雖然他今生的果報 跟全生的果報不一樣 但是他內心的那個流動啊 那個水啊 那個心事的流動啊 從過去生啊 流到今生 在這個為世的經論上說啊 你要過去生啊 是從這個異界天來的 或者你過去生是個大腹長者 你今生的貪煩惱會比較重 這個異界的境界 在那個地方啊 你那個貪煩惱 碩碩現行啊 欣喜的這樣的一種 欣喜的這樣明言的種子啊 就把過去生的這種貪煩惱 帶到今生來的 這個過去生是阿修羅法界來的啊 這個稱煩惱特別重 你看過去生是畜生啊 這個畜生道啊 他的第六是很暗盾 那長時間的暗盾啊 你從畜生道來的啊 你剛剛得到人的果報啊 你這個人很疑慈 聽聞佛法聽不懂 我看那個 經讀上有講到一個阿羅漢 這個阿羅漢啊 他從小的時候啊 女眾絕對不能去碰他 來自於他的母親 他從小 這個小孩子很特別 他母親不能抱他 任何的女眾一接觸他 他就哭 他只能夠當他父親抱 那麼他很小就 花心出家就震到阿羅漢國 為什麼呢 因為他從凡天來的 這個大凡天啊 長時間休息凡混啊 這個 你都不能相同的 不可以的 所以這個是怎麼回事呢 這個就是明言宗旨 他的思想啊 是由於全身的栽培而有的 全身栽培而有 而這樣的思想 我們按例說明言宗旨 這個明言宗旨是特別重要的 是很重要的 就像滾血球一樣啊 如果你不 用修行的方法來對峙調整啊 他的深深世事就會不斷的增長廣大 你過去生貪重 你不對次 今生繼續的增長貪情 你過去生是怎麼樣的情況 今生就繼續的相訊 所以這個明言宗旨是很重要的 對我們這個生命啊 影響力很大的 那麼 這個意思講巴士啊 當然這個主要的這樣的功能 就是第六意識的力量最大 第六意識的這個明言宗旨啊 他有這個影響到我們一個人的這個 煩惱的厚薄 善根的淺深 都是由第六意識的宗旨 那麼事實上這個巴士都有之類的宗旨 那麼第二個是所言言 那麼這個巴士升級活動 除了字類的種子以外呢 要有他所面對的境界 比如說眼視要有這個顏色 射成的線權 耳朵要升級聽聞的功能 要有聲音出現 來自於這個香味觸法 那麼第七意識 他的所言言是第八四的見聞 因為第八四見聞恒常限期 所以這個第七意識 他的功能也就恒常限期 那麼第八四的相婚 這個所言也就是相婚 第八四的相婚就廣大 廣泛的根深氣勢間種子 你的正報易報種子 第八四是昼夜六時的去攀岩 這樣的一個廣大的一正二報 再看這個真上眼 真上眼就比較多了 先看第一個根 好 那麼這個我們講五四同意盡舌根 這個前五四所依的根 是個色法 眼根耳根鼻根舌根生根 這個都是沒有明瞭性的 這是一種世道所成的一種物質 這個第六意識所依的根 是一個心法 就第七意識 第七意識 這個地方是有一點有一點有一點事情的 解釋一下 我們一個人啊 我們一個人就是生老病死 慢慢慢慢老了以後 老了以後你這個根就會慢慢慢慢衰敗 眼睛也看不清楚 耳朵也聽不清楚 乃至於鼻子啊 也聞不到味道了 吃東西這個蛇啊 也吃不到什麼味道 這個豬根慢慢慢慢衰老 所以你這個前五四的功能啊 會隨著你的年齡 年齡啊 慢慢慢慢的 那個了別性的功能 慢慢慢慢就會 退市掉 但是從回事的角度來說 第六意識不應該隨著你的年齡 而有影響 因為第六意識所依的根是第七意識 它是個心法 這個心法是不老病死的 但是 但是一般沒有修行的人啊 他年紀大的時候 他第六意識也沒精神 而他沒有精神 不像前五四 前五四的了別 年紀大的了別功能退市啊 是因為他的根衰敗 因為他所依的根是個色法 所以這個色法一老病以後啊 這個四的了別就受影響 那麼在家人 他的這個第六意識的 年紀大了以後 變成痴呆暗頓啊 主要是因為啊 這個星光外泄 耗神太厲害 我們一個人經常啊 追求世界的遇樂 追求明文立養啊 都沒有修止修官來養神啊 就把精神耗存掉 到年紀大的時候 第六意識不行 我看到一個老和尚 這個老和尚 住在基隆 他的色身啊 過去的罪業啊 已經敗壞到非常嚴重 他幾乎是不能坐 連坐都不能坐 就要說走路了 他躺在船上 但是你一跟他接觸的時候啊 你看他的眼神啊 那個第六意識名謠型啊 非常的名利 但是他的色身是敗壞得非常嚴重 那麼這表示什麼呢 這個修行人這個第六意識啊 他不會受你的色身的影響 因為你這個 第六意識所依的根是個心法 是個心法 就是說我們雖然 從理論上來說啊 我們靈命中的時候 四大敗壞啊 你的第六意識應該可以保持正念的 是可以做到的 因為你第六意識跟你的眼耳鼻舌身啊 跟你的眼睛耳朵鼻子舌頭身體啊 完全沒關係的 他是可以當獨頭意識 他可以獨立活動的 那你說我為什麼 我為什麼身體不舒服的時候 第六意識也不舒服 那是因為執著 你說你身體不舒服的時候 你的前五識會有障礙 這個是事實 因為你說我眼睛痛 我眼睛不能看東西 這個不能怪你 你說我耳朵痛啊 我不能聽聲音 這個也不能怪你 因為前五識 他事實上是依止禁舌根 根明進故是明進 你的根不明進 你的視的了別就受影響 這個不要說凡夫 聖人也是這樣子 這個是很正常的一種作用 但是你的身體有障礙 你第六意識也提不起來 這個就是你自己的內心的執著 你執著你的射身是我或者是我所 從理論上來說 第六意識不應該受 言耳鼻舌聲的影響 不應該 他跟他是完全沒關係 因為他的根是第七意識 所以這個地方也值得我們注意 那麼 第六意識所依的根是第七意識 第七意識 如果是有論位是我執法執 那麼第六意識也容易會有這樣的思想 就是我去造善業 我去布施 我去慈戒 就是這個第六意識 第七意識的恆省思良 他就會影響到第六意識 這個造善業的一個情況 那麼第七意識跟第八意識的根是誰呢 他們兩個剛好互相為根 第七意識也第八意識為根 第八意識也第七意識為根 他們兩個都是尋寶 互為根 你做我的根 我做你的根 是這樣子 那麼這個是講到這個真上眼的第一種 第二個講空 空間 這個眼視跟耳視要了別 他這個根根境界要有一個距離 你不是把這個 我看這個扶持 看這個扶持 扶持跟我的眼睛要保持個距離 我才看得到 你把這個扶持貼在眼睛就看不到 就是說眼視的了別要有空間 耳朵也是 你那個根 跟這個聲音也要有距離 其他的都可以不必距離 所以這個空間只有兩個 第三個 第三個真上眼 明 光明 眼睛要有光明 耳朵就不必光明了 我們念佛的時候啊 在黑暗當中啊 黑暗當中 我們念佛 耳朵還是能夠聽到自己的佛號聲音 所以這個耳朵啊 這個耳視在取這個索顏鏡啊 不必要光明 鼻舌生意都不必光明 第七第八也不必光明 好 那麼其次呢 坐意 這個坐意 是這個五片形的第一個 我們也說過了 就是說啊 這個坐意呢 他能夠緊結心亡 緊結印起心腫 引心令去致敬 他能夠引導這個心亡 使力他升旗 去趨向所言盡的相貌 那麼這個坐意呢 有如理坐意跟不如理坐意 兩種 那麼在一切式定論上說啊 引申這個坐意啊 有四種因言 有四種因言 說你為什麼經常會在五億的境界坐意 為什麼有些人經常在三寶的境界 清淨莊圓的境界坐意 這個是怎麼回事呢 這個有四種因言 第一個 慾 慾的力量 這是你的希望 每一個人 每一個人心中有他的希望 在家人的希望 就是我的希望就是 追求世間的五億 那麼一直這樣的希望 讓他從小到大 就努力的讀書啊 讀完書以後 幹什麼呢 就是賺錢 幹什麼要賺錢呢 就是要享受五億 就是為了這個目的 那麼他有這樣的享受五億的希望啊 他的內心啊 就很自然的 會在五億的境界裡面去做意 會跟五億的境界接觸 隱心令去自盡 那麼一個發了菩提心的人啊 一個菩薩 他的希望改變了 他的觀察這個五億啊 是不盡是苦無常無我 譬如刀上的蜂蜜啊 不足一餐之美 而有割舌之患啊 我們這個 一個菩薩 我們依止佛陀的開示啊 知道 喔這個五億啊 他就像刀上的蜂蜜 雖然我們去舔這個蜂蜜啊 得到一點點的美味 但是卻被這個刀給割傷了 好 那麼我們就思為五億的過患啊 我們就厭惡這個五億 那麼追求無上菩提 那麼你這個無上菩提的希望以後呢 你就願意去在佛法身的清靜的境界 去文師修去做意 所以我們的希望 會影響我們的做意 第二個練力 益聖節練定分的練力 就是你經常去思維 什麼樣的境界啊 他也會引申你的作意 就是 練 鳴記不忘 你經常去意念什麼事情啊 這件事情也容易 經常會生起作意 第三個是篡息力 有些人啊 有些人念佛啊 唸沒幾句佛號就丟掉了 他很難在佛號作意 但是他持大悲咒很順利 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就是過去生啊 這個大悲咒串息的力量強 跟佛號的串息薄弱 有些人念阿彌陀佛很快 但是持咒很慢 這個就是串息 當然這個都可以改變 都可以改變 由生可以轉手 你這個法門 你經常不修 也可以由手會轉成聖 就是你的串息的力量 也會影響你的作意 那麼第四個是境界的力量 就是環境 前面的三個 毅力 練力 串息力 是屬於你自己的力量 這個是我們講環境 這個 你啊 你在這個 世間的這個 陳老的境界 萬丈紅塵裡面生活 你不容易 升起正念 為什麼呢 你旁邊的所有人 都在放育 就像這個水啊 你這個魚啊 這個水流是逆流的啊 你要很辛苦 很辛苦 往上跑 很難很難 你來到一個親近的環境呢 喔 你就很容易 你拜八十八婆也很容易 送一步驚也很容易 打坐也很容易 休止觀也很容易 為什麼 因為大家都這樣做 好 就是這個境界的力量啊 會影響我們的作意 好 就是外在的環境啊 會影響到我們內心的是 如理作意 不如理作意 好 那麼 這個有四種的力量 會影響我們的作意 再看根本一 這根本一 就是第八十 好 那麼前期轉世 要升起了別 都要一直第八十 好 這個染進一 就是第七十 因為這個 他是前六四 染污清淨的一子 六轉乎為染進一 那麼其次就是分別一 這個分別一 就是第六一四 前五四 要升起了別 只有第一岔螺 那就這個 率有性的時候 那麼他一落入這個尋求的時候 就第六一四 要升起活動了 就是說前五四不能單獨 升起了別 一定要一直第六一四 當分別一 再看這個等無間眼 這個等無間眼是什麼意思啊 就是說啊 我們的心事的流動啊 它是一個鏈頭接一個鏈頭 不長又不斷 就像水流一樣 前面的水流下面接下一個水流 啊 那前一念 那前一念 的鏈頭 消失了 下一念才能夠升起 前一念 滅 是後一念生的等無間眼 我過去在寫微視的時候 我看註解啊 不懂等無間眼 什麼叫等無間眼 不懂啊 我現在是有一點概念啊 我舉一個例子啊 比如說啊 什麼叫等無間眼呢 說有一個座位 就是那邊只有一個座位 後面很多人在排班 但是這個座位只能夠坐一個人 這個人上去坐了 下面就是等著 他坐好以後呢 他要離開了以後 下一個人才能去坐 他要離開這個座位以後啊 下一個人才能夠地補上去 那麼他的離開 是後面的人 他能夠坐的 坐等無間眼 因為他要不離開 你不能坐你 這樣懂嗎 前一念的鏈頭消失 前一念的鏈頭滅了 是後一念生的等無間眼 就是說 這個座位只能夠坐一個人 他的離開 第一個人的離開 是第二個人 能夠去坐座位的等無間眼 這個叫等無間眼 那麼這個等無間眼 就是前念的 眼耳鼻舌聲意 前一個鏈頭是 後一個鏈頭的等無間眼 那麼這個就是 巴士升級了別功能的一個情況 那麼他的作用呢 眼視是見色 眼視能夠見到這個 各式各樣的青黃四白顏色 能夠坐一個人 他的離開 第一個人的離開 是第二個人能夠去坐座位的等無間眼 這個叫等無間眼 那麼這個等無間眼 那麼這個等無間眼 就是前念的 眼耳鼻舌聲意 莫娜斯阿賴耶斯 前一個鏈頭是 後一個鏈頭的等無間眼 那麼這個就是 巴士升級了別功能的一個情況 那麼他的作用呢 眼視是見色 眼視能夠見到這個 各式各樣的青黃四白顏色 耳式是紋身 聞到這些高低曲折的聲音 鼻式是嗅香 香臭的味道 蛇式是腸胃 聲式是醋 我們這個身體能夠接觸 軟硬的這樣的一種感覺 這個質感 意識是 意識就是廣泛的能夠去瞭別 前面的色身相位處都可以 這個第六意識 能夠跟前五師合作 去建設紋身、秀相、腸胃、醋、軟硬等都可以 他能夠瞭別一切的五層境界 那麼第七意識是直我 他的功能就是橫審思量 他去執著帝巴士的接婚為我 那麼帝巴士的功能有兩個 第一個他持種 他把你過去的散熱種子保存下來 而且他是義熟 他能夠變現一起的果報 這個帝巴士的持種跟義熟 前面也說過 那麼我們看這個古德的祭壽 那麼古德把這個巴士的身體音源做個祭壽 眼視久延伸 耳視微重八 鼻舌深山驅 厚山五三四 落駕等無間 從頭各正一 這個眼視要九種一眼 我們看一下 眼視要種子 要色成當所原眼 眼根、空間、光明、坐意、根本一、染靜一、分別一 這個真上眼 還有前面的眼視的消失 當等無間眼 剛好九個眼 而不是 等無間眼不算 就是 種子到分別一 總共是九個 耳視微重八 那麼這耳視扣掉光明 他在黑暗都能夠 他指光明是黑暗 他無所謂 鼻舌深山驅 鼻是蛇是深事 他也不需要空間 後山五三四 這個後山指的是誰呢 指的是六四七十八四 那麼六四七十八四 他的眼眼是五個眼眼 三個眼眼 四個眼眼 後山的是五三四 次地的分別是五三四 那麼如果再加上等無間眼 那每一個都要再加一個 從前面的眼視乃是阿賴也是 再加一個音眼 從頭隔著你 那麼這段啊 是說明啊 五四 五四同意禁舌根 九眼七八好相靈 是說明啊 這個五四的活動啊 他所需要的音眼 這個問題 後山 這個後山指的是 第六 第七 第八 後面三個四 那麼這個後山的音眼呢 五三四 第六四 是五個音眼 第七四是三個音眼 第八四是四個音眼 後山五三四 不對啦 是嗎 我們算一算看哈 第七四是 一個、兩個、三個、四個、五個 那麼的意思就是 後山五三四 五四三啊 後山五四三啊 那麼第八四是三種音眼 哦,對了 五四三 他可能沒有完全這樣子配啦 就是說 後山五三四 可能練起來比較順 那麼這個 第八四是三個音眼 這個 這個觀念啊 這個地方有一個重要觀念 我們要了解一下 就是啊 我們講萬華為世 萬華為世 我們可以從兩個角度來看 就是說 從世俗地來說 這一切的生命的現象 是由心事的流動所決定的 所以他為什麼到三個道去了呢 因為他的心事裡面呢 饒物的心事的力量強 為什麼他升天了呢 噢 他的心事裡面啊 他這個善的力量強 所以為什麼到極樂世界去了呢 噢 他內心當中那個信念知名啊 對彌陀的跪一 對往生俊主那個艷利 對阿彌陀的名號的這種 那個植食名后那個練力 善根特別強 所以他到極樂時事去 跟他彌陀感應到焦了 所以這個生命的這個現象 是由心事來決定 不是上帝創造的 也不是自然而有的 就是你這一念心 決定了你的生命 這個是從世俗地來安利 那麼要從真理來說 那就是我空法空 所以我們在修偉事觀的時候 我們有時候會從世俗地觀察 萬法偉事 我記得一個善念 我記得一個不思的念頭 這個念頭 他有力量使令我升到天上去 雖然他只是一個小小念頭 但是他的本質是升天的念頭 你慢慢的增長他 他靈命中的時候就發揮作用 你現在見念一記佛號 然後靈命中的時候就發揮作用 那麼這是從世俗地 但是我們不能夠只是這樣觀察 最重要的你要觀察 這個心事的本身啊 其實心事的流動 他的本身也是延生延滅的 我們看這個表可以清楚地看到 你看 這個八是從 不要說是顏耳鼻舌身異 這種粗顯的意思 就乃是第七第八 他的身體的了別 都要假借種種的陰眼 這表示什麼 他要假借陰眼表示他無自信 就是這個表示這個觀念 他要有他的種子 有他的境界 有他的根 有他的作意 所以我們講這個關心無常 這個是很重要 關心無常 我們觀察我們這念了別的心啊 他的身體 我們講關第六意思好了 因為第七第八是關不到 這個第六意思啊 他的身體要有種子 有境界 你不同的境界 第六意思的了別不同 這個我們可以明顯的看得出來 你去思維你的親人啊 你會生慈悲心 你思維你的淹家啊 你會生慈悲心啊 這個人是對不起我 我對他這麼要的好 他這樣子在忘恩負義啊 你生慈悲心啊 那麼這表示什麼 我們的內心會隨著 我們所攀岩的境界 會有變化 就關心無常 其實關心無常 就等於是關心無我 是這個意思的 因為他的變化性就表示他本身是無事性的 這個我們要天台中講從假入空啊 所以我們在修偉事觀的時候 萬法偉事 一開始是破所取向 一切法都是我心事所變化 我們所取的境界是如夢如幻的 這個境界是你的心變現的 裡面這個一灘水 人看到是水 惡鬼看到是火 這個罪业重看到是火 天人看到水是流離地 那麼這個魚看到水 就是他房子一樣 这是等於是官法無我的意思的 所以說呢 我們在這個修事念處的時候 以為是官法 事先官法無我 官外境是心事所變化 但是如果你只是官法無我 而不關心無常啊 就會有問題 就是很容易落入外道的這種 神火外道啊 這一切法都是生滅邊緣的 我這念心是明鏡不動 常駐真心的 會有這樣的思想 所以我們在進一步 官心無常啊 觀察人喜的這念心 他也是假見一言而有的 他也是一言所生法 我說即是空 這個時候你的心 安住在必經空裡面 這個時候就入了從世俗地 進入到聖意地 為是的聖意地 這個時候內心當中是無我無我所的 無言而鼻舌生意 無舌生相偽出發 這個時候外境不可得 內心也不可得 這個是很重要 這個是很重要 從甲入空啊 所以我們這個 我們在了解道理的時候啊 是知道一切法是空有無礙 既空既甲既中 但是你下手的時候 要先修從甲入空 下手的時候啊 先不要去分別甲冠 先不要分別甲冠 先修這個我空冠跟法空冠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因為啊 我們長時間在這個 色身相偽出發的佛洞啊 那個自性質太堅固了 太堅固了 你經常修空冠啊 就能夠去消滅你心中的這個 就是我之跟法子 我們看靈命中的時候啊 我們靈命中的時候啊 每一個人 都有很多的障礙 但事實上 從一切事對論上說啊 靈命中的時候 那個豬根暗頓啊 靈命中的障礙 主要的是乃是以內心的執著 他那個時候的生的苦啊 生的苦受已經沒有了 因為那個時候他的根已經敗壞了 他已經感覺不出身體是痛苦快 他已經沒辦法感覺 就是麻木了 因為他的根啊 那個神經系統都敗壞了 那麼他為什麼 經典上是比喻做生非脫殼呢 這怎麼回事呢 那是一種辛苦 內心的心 內心的執著啊 內心堅固啊 執著啊 自己的色身啊 自己的見辱啊 那麼這個時候啊 你要離開你的色身 離開你的見辱啊 就像這個生虧脫殼一樣 所以我們經常能夠觀心無常 觀察我們這念心啊 是岔樓岔樓生命的 這個生命變異當中呢 沒有一個橫唐柱不變異的我 你經常這樣子觀啊 因人所生法 我說其實是空啊 觀這念心啊 因人所生啊 畢竟空啊 你慢慢慢慢啊 你內心的執著就會鬆脫了 你的思想就會有很大的變化 有很大的變化 所以我們講啊 常在燃燒中啊 何喜何可笑 有暗之所必 何不求光明 是我們長時間在這個煩惱的燃燒當中啊 要緊就熄滅心中的煩惱 主要是修我空法空 那麼這個空觀怎麼修呢 主要是修這個延起性功 我們觀察 我們每一個心法的活動 都要假作以假見陰眼 那麼這個陰眼有變化 這個心的了別就變化 可見得心的本身 是沒有自主性的 沒有自主性 沒有自主性它的本性就是空 沒有一個橫唐柱不變異 有獨立自主體性的我 那個我是不可得體 所以這個 我們從這個 諸事的生起營眼啊 也能夠看得出啊 這個 這個事的流動是 無自性空底 好 我們再看下一個祭誦 和三離二觀成事 以者難分事以根 好 那麼 這個 和三離二啊 觀成事 這個觀成事啊 是指這個前五世啊 他所能夠了別的境界啊 是一種成老的世界 這個色身相味促 這個五成的境界 好 這前五世不能觀察真如不可以 好 那麼前五世在觀察這些成老的世間啊 它是什麼觀察法呢 也分成兩類 第一類是和 這個和是指根根境界相合 這個世是 不是講世跟境界相合 世是騙離切處的 它跟境界沒有界限裡 這個和是指根境的和和 那麼這個有三個世啊 鼻舌身 這三個世要跟境界和和 那麼另外一類的觀成事要離 要分離 根境要分離 就是掩飾而是 那麼和三離二觀成事 那麼 語者難分是一根 一般的凡夫外道啊 乃至語法的聲紋啊 很難分別 世跟根的識別 好 我們看偶主的註解 鼻舌身山 何中起敬 眼耳二種 離中起敬 故曰和三離二觀成事也 觀者能言之見分 成事者所言之相分 我們先解釋觀跟乘次 這個觀啊 是指前五世能分別的功能 叫見分 前五世是能觀 所觀的是那些成老的世間啊 那麼是所言的相分 就是五成的境界 那麼它是怎麼個觀法呢 鼻舌身山何中起敬 分成兩類 鼻是舌是身世啊 是和 跟境的和和 才能夠取到境界 那麼眼睛跟耳朵啊 要離 就是要有空間啊 我們前面說這個有空間 眼視跟耳視啊 它了別的時候啊 跟境要分離 這中間要有個空間 所以講 何三離二觀成事也 對 那麼這是解釋第一句的句誦 何三離二觀成事 再看這個 以者難分是以根 那麼 我們一般人啊 對這個四根根很難分別出來 所以我主把它做一個分別 先看 那麼它把根跟四啊 做一個簡別 先看根 五根對境 無原理用故 好 那麼這個五根啊 去接觸境界的時候啊 它沒有原理的作用 這個根啊 眼睛、耳朵、鼻子、舌頭跟身體啊 這個是一個臭皮囊啊 四大所成的一種臭皮囊 它會老病死的 它沒有了別的作用 不要說我們異界的色身啊 就是這個色界、無色界的那個 這個禪定的那個精妙的色法 都沒有了別作用 它沒有原理的功能 那麼沒有原理功能 以下偶主就引證 大佛頂經營 但如鏡中無別分析 這個論言經上說啊 這個根啊 它在取境界的時候呢 是不能夠升起分析的功能 不可以 它就是把這個境界取到 它就像這個鏡子啊 把這個境界取到 但是它不能分別 你一個男人站在鏡子上 它先出一個男人 一個女人站在鏡子上 它就是一個女人 但是它心中沒有男人、女人 這樣的名言分別 沒有 它取到這樣的相貌而已 就像這個鏡子在取向一樣 那麼 顏潔經營 其光圓滿 得無真愛 顏潔經營 也是把這個根說明啊 說這個 這個根取 這個境界啊 是圓滿的 為什麼講圓滿呢 得無真愛 它沒有愛真的分別 愛真的分別 有些人啊 世間人 有時候的看法 的確是有障礙的啊 有些人說啊 這個佛法 這個出家人啊 離開世間的五欲啊 是不合理的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人啊 這個男女的欲望啊 就本來就合乎生理需求的 整句話 講這句話是不能成立的 因為我們的欲望是來自於內心 佛法講是內心的煩惱 跟根沒關係 根怎麼會有愛欲的煩惱呢 根是沒有了別性的 根它只是一個慈愛 雖然這個心事的活動要一直根 但是不表示說根有了別性 真正了別的功能是心事 因為我們看這個修禪定的人 剛開始修禪定是散亂性的 異界的境界有慾 但是他慢慢慢慢的 從異界定到味道定到出禪 他得到出禪的時候 心中的慾就熄滅了 離慾了 但是他的色身還是這個色身 你看他的眼睛 鼻子 耳朵 嘴巴完全一樣 但是他心中沒有慾了 那麼他修禪定之前的根 跟禪定之後的根是完全一樣 但是他的心事有變化 他的第六意識跟禪定相應 把這個意給挑副了 所以這個我們心中的慾 是從心事所發動的 不是根所發動的 所以這個異邪界的確是 遺者難分是以根 他以為說 這個是一種生理的需求 生理難回需求 這個世道敗壞的東西 它根本沒有了別功能 奇光圓滿得無真愛 我們的色身是沒有愛也沒有恨你 所以有些人 說這個 我這個去喜歡賭博 我把那個手剁掉 錯了 這個賭博跟手沒關係 你那個心事是煩惱的根本 這個色身根 它是聽你第六意識招呼的 你推動你去做惡業的 所以我們在對峙煩惱 不要傷害色身 他沒有錯 色身不能發動善心 也不能發動惡心 他都完全沒有錯 他完全沒意見你 這問題在你的心事 說你這個開車啊 去撞到這個樹 你不能怪車子啊 沒有錯 是他去撞樹 但是車子不會自己動 是人控制你 你要怪這個開車子的人 是人有問題 不是車有問題 所以說外道修這個無意的苦恨 說這個 我這個色身 有很多的煩惱 怎麼辦呢 用這個 這個身體泡在這個冷水當中 那麼我內心有很多煩惱 怎麼辦呢 我不吃飯 這個色身有很多的煩惱 怎麼辦呢 躺在這個有荊棘的這個 有刺的這個上面 佛陀說啊 這個都錯了 佛陀講一個譜語啊 那個時候沒有汽車啊 佛陀不能舉汽車 佛陀說這個牛車啊 這個牛車啊 他左錯方向 你不能怪車子 怪那隻牛 你要打那隻牛 你要用四念術來調你的煩惱 不是用五億的苦恨 來破壞你的色身 這個是不對 這個沒有用點 所以我們講啊 奇光圓滿得物真愛 這個跟面對境界的時候 他沒有任何的分別 沒有 他也沒有愛 也沒有恨 沒有愛 沒有恨 好 我們先講到這個跟進 這個是 下一堂可以再說了